第五十五回 西门庆两番庆寿淡 苗园外一诺宋歌童 词语 诗表方眷狱 雨水君臣 虚信从来少 宝运当千 家臣与武 松月诞生元老 地浅富安宗舍 人养雍容狼庙 愿碎碎共住眉寿 寿比山高 却说人衣冠看了麦西 依旧到厅上坐下 西门庆便开言道 不知这病正端的何如 任医官道 夫人这病 原是产后不慎调理 因此得来 墓下恶路不静 面带黄色 饮食也没些要紧 走动便觉烦牢 医学生愚见 还该谨慎保重 如今夫人 两手脉稀须 而不识 暗之散大 这病症 都只为火炎肝腐 土虚目望 虚邪忘形 若今藩不至 后边亦发了步的 说必 西门庆道 如今该用肾药才好 任医官道 只用些轻活止血的药 黄薄 织母为君 其余再加减些 吃下看住 就好了 西门庆听了 就叫书童 封了一两银子 送任医官做药本 任医官坐谢去了 不一时 送江药来 礼皮儿屋里肩服 不在话下 且说西门庆 送了仁医官去 回来与殷伯爵说话 伯爵殷说 今日早晨 李三 黄四走来 说他这宗香淫子 及的井 在三阳 我来求歌 好歹哥看我面 接济他 这一波罢 西门庆道 既是这般急 我也只得依你了 你叫他明日 来对了去吧 一面 让伯爵到小卷棚内 留他吃饭 伯爵殷问 李贵儿 还在这里住这里 东京去的也该来了 西门庆道 正是 我紧等着 还要打发他 往扬州去 敢怕也只在早晚到也 说必 吃了饭 伯爵别去 到次日 西门庆衙门中回来 伯爵早已同理至 黄四坐在厅上等 见西门庆回来 都慌忙过来见了 西门庆进去换了衣服 就问月娘 取出徐家讨的 二百五十两银子 又添对了二百五十两 叫陈静记拿了 同道厅上 对于李三 黄四 应说道 我没银子 因应二哥 再三来说 只得凑于你 我却是旧要的 李三道 蒙老爹接见 怎敢食言 如今 观出这批银子 一分也不敢动 就都送了来 于是对收银 千恩万谢去了 伯爵也就要去 被西门庆留下 郑做的说话 只见平儿进来报说 来保东京回来了 伯爵道 我昨日 就说也该来了 不一时 来保进到厅上 与西门庆磕了头 西门庆便问 你见嫡爹吗 李贵姐事情 怎样了 来保道 小的亲见嫡爹 嫡爹见了爹的书 随即叫掌班拿铁 与朱太尉去说 小的也跟了去 朱太尉 轻吩咐说 既是太师府中份上 就该都放了 因是六皇太尉送的 难以回他 如乃味道者 拒免提 已拿到的 且尖些时 他那官馅 有头没尾 等他馅坦些 也都从清处 就是了 伯爵道 这等说 连齐仙也免提了 造化了这小银缝了 来保道 就是祝爹他没 也只好打几下把了 醉 料是没了 一面取出宅管家书地上 西门庆看了说道 老孙与祝麻子 做梦也不晓得 是我这里人情 伯爵道 哥 你也只当基因质罢了 来保又说 宅爹见晓得去 好不欢喜 问爹明日 可与老爷去上寿 晓得不好回说不去 晓得答应 敢要来也 迪爹说 来走走也好 我也要与你爹会议会礼 西门庆道 我倒也不曾打点自去 既是这等说 晓得要去走糟了 应吩咐来保 你辛苦了 且到后面 吃些酒饭 谢谢谢谢 迟一两日 还要赶到扬州去理 来保应诺去了 西门庆就要进去 与李贵姐说之 向伯爵道 你坐着 我就来 伯爵也要去寻李三 黄四 成姬说道 我且去着 再来吧 一面别去 西门庆来到月娘房里 李贵姐已知道姓了 忙走来与西门庆 月娘磕头 谢道 难得爹娘费心 救了我这一场大祸 拿什么不报爹娘 月娘道 你既在咱家那一场 有些事 不与你处处 却为这什么来 贵姐道 俺便赖爹娘 可怜旧了 只造化 齐仙那小音符 她甚相干 连她都饶了 她家赚钱赚钞 带来俺们受惊怕 俺每道还只当 替她说了的大人情 不该饶她才好 西门庆笑道 真造化了这小音符了 说了一回 卦姐便要辞了家去 我家妈还不知道这心理 我家去说声 免得她寄卦 再同妈来与爹娘磕头吧 西门庆道 也罢 我不留你 你且家去说声着 月娘道 贵姐 你吃了饭去 贵姐道 娘 我不吃饭了 一面又拜祠 西门庆与月娘众人 临去 西门庆说道 事变完了 你今后 这王三官 也少招揽她了 贵姐道 爹说的是什么话 还招揽她脸 再要招揽她 就把身子烂化了 就是前日 也不是我招揽她 月娘道 不招揽 她就是了 又平白说是怎的 一面叫轿子 打发贵姐去了 西门庆应告月娘说 要上东京之事 月娘道 既要去 需要早打点 省得临时 匝忙促急 西门庆道 蟒袍锦绣 金花宝贝 上售礼物 聚意完备 倒只是我的行李 不曾整备 月娘道 行李不打紧 西门庆说必 就到前边 看李平去了 到次日 坐在卷棚内 叫了陈静记来 看着写了蔡玉使的书 焦宇来宝 又与了她盘缠 叫她明日起早 赶往扬州去 不提 疏忽过了数日 看看与蔡太师 受担将近 只得择了几日 吩咐秦童 戴安 书童 话童四个小四跟随 各个收拾行李 月娘同御楼 金莲众人 将各色礼物 并关带衣服 应用之物 共装了二十余扛 头一日晚夕 妻妾众人 摆设酒窑 和西门庆送行 吃完酒 就进月娘房里素贤 次日 把二十康行李 先打发出门 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 仰金波异地起 驸马迎送 各个停的 然后进李平房里来 看了官哥 与李平说道 你好好调理 妖妖 叫人去问任一官套 我不久便来家看你 那李平二隔着泪道 路上小心宝庄 直送出厅来 和月娘 御楼 金莲打伙 送了出大门 西门庆成了凉教 四个小四齐了头口 往东京进发 一里行来 免不得朝登子墨 夜宿游庭 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 相遇的无非 都是各路文武官员 敬京庆贺受担 生辰扛不计其数 约行了十来日 早到东京 进了万寿城门 那时天色江湾 赶到龙德街派楼底下 就投迪家屋里去住险 那宅管家闻知西门庆到了 忙出来迎接 各许寒暄 吃了茶 西门庆叫戴安 将行李 一一交盘进宅家来 宅谦交腹干收了 就摆酒和西门庆洗尘 不一时 只见踢西关桌上 摆上真修美未来 只好没有龙肝凤髓罢了 其余斑斑俱有 便是蔡太师自家受用 也不过如此 当值得拿上酒来 宅谦先低了天 然后与西门庆拔斩 西门庆也回敬了 两人坐下 糖果暗酒之物 流水也四滴浆上来 久过两旬 西门庆便对翟迁道 学生此来 单为与老太师庆寿 聊被些威力孝顺太师 想不见却 只是学生 久有一片养高之心 欲求庆家 欲先禀过 但得能拜在太师门下 做个干生子 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 不知可以齐口吗 翟迁道 这个有何难灾 我们主人 虽是朝廷大臣 却也极好奉承 今日 见了这般胜利 不为败做干子 定然允从 自然还要生选官决 西门庆听说 不胜之喜 饮够多时 西门庆便推不吃酒了 宅管家道 再请一杯 怎地不吃了 西门庆道 明日有正经事 不敢多饮 再次相劝 只又吃了一杯 宅管家 赏了随从人酒时 就请西门庆 到后边书房里安歇 排下暖床销帐 银沟井被 香喷喷的 一般小私服是 西门庆脱衣上床 毒素 西门庆一生不惯 那一碗好难挨过 八道天明 正待起身 那狄家门户 重重掩着 只挨到四拍时分 才有个人 把钥匙一路开疆出来 随后 才是小私拿手 精箱汤进书房来 西门庆书洗完毕 只见宅管家出来 和西门庆司建 坐下 当值的 就拖出一个珠红盒子来 里边有三十来样美味 一把银壶针上酒来吃早饭 宅千道 请用过早饭 学生先进府 去和主翁说之 然后亲家搬礼物进来 西门庆道 多劳费心 酒过薯杯 就拿早饭来吃了 收过家活 宅管家道 且全坐一回 学生进府去便来 宅千去不多时 就忙来家 向西门庆说 老爷正在书房书洗 外边满朝文武官员 都伺候败寿 未得司建礼 学生已对老爷说过了 如今先进去拜合吧 省得住回人杂 学生先去奉后 亲家就来罢了 说必去了 西门庆不胜欢喜 便叫跟随人拉筒 嫡家几个办当 先把那二十扛金银段 匹台到太师府前 一行人应声去了 西门庆及官呆 成了轿来 只见乱哄哄 挨肩擦背 都是大小官员 来上售的 西门庆远远望见一个官员 也乘着较进隆德方来 西门庆仔细一看 确认的是故人扬州苗园外 不想那苗园外 也望见西门庆 两个同下叫作医 叙说寒温 原来这苗园外 也是个财主 他身上也现作着散官之职 向来结交 在蔡太师门下 那时也来上售 恰遇了故人 当下 两个忙匆匆录次话了几句 问了御处 分手而别 西门庆来到太师府前 但见 堂开绿叶 隔起灵烟 门前宽措勘马 法月维俄好树旗 锦绣从中 封送到画梅生巧 金银堆里 日映出奇数花香 左右活屏风 一个个宜光红浮 满堂死宝丸 一件件周顶商仪 市挂明珠十二 黑夜里 何用灯油 门银朱旅三千 白日间 进阶明市 九州四海 大小官员 都来庆贺 六部尚书 三边总督无不低头 正是 除雀万年天子贵 只有当朝宰相尊 西门庆功身进了大门 宅管家接着 只见中门关着不开 官员都打从脚门而入 西门庆便问 为何今日大事 却不开中门 宅管家道 中门曾经官家行刑 因此人不敢走 西门庆和翟谦 进了几重门 门上都是五官把守 一心也不混乱 见了宅千 一个个都欠声问管家 从何处来 宅管家答道 舍倾打山东 来拜授老爷的 说吧 又走过几座门 转几个弯 无非是画动雕梁 金章假地 隐隐听见鼓乐之声 如在天上一般 西门庆又问道 这里民居隔绝 那里来的鼓乐喧嚷 宅管家道 这是老爷教的女乐 一般二十四人 都晓得天魔舞 你常舞 观音舞 但凡老爷早善 中饭 夜宴 都是奏的 如今 像是早善了 西门庆听言未了 又鼻子里 觉得一厢复复 月生一发劲了 宅管家道 这里与老爷书房 相近了 脚拨放松些 转个回廊 只见一座大厅 如宝殿仙宫 听前仙鹤 孔雀种种真情 又有那穷花 檀花 扶桑花 似是不屑 开得闪闪烁烁 硬接不暇 西门庆还未敢闯进 焦宅管家 先进去了 然后挨拍拍走到堂前 只见堂上虎皮交椅上 做一个大星红蟒衣的 是太实了 屏风后列有二三十个美女 一个个都是公样装束 执经执扇 捧拥着她 宅管家也站在一边 西门庆朝上拜了四拜 蔡太师也起身 就荣丹上回了个礼 这是初向见了 落后 宅管家走进蔡太师耳边 暗暗说了几句话下来 西门庆礼会的事 那话了 又朝上拜四拜 蔡太师便不搭理 这四拜师认干爷 因此瘦了 西门庆开言 便以父子称呼道 孩儿没嫩孝顺爷爷 今日华诞 特备得几件匪夷 撩表千里额毛之意 愿老爷寿比南山 蔡太师道 这怎地生寿 便请坐下 当值得拿了 把椅子上来 西门庆朝上 坐了个一道 高坐了 就西边坐地吃茶 宅管家荒跑出门来 叫台礼物的都进来 虚语 二十扛礼物 百列在街下 揭开了凉香盖 盛上一个礼物 大红蟒袍一套 官绿龙袍一套 汉锦二十匹 书锦二十匹 火焕波二十匹 西阳拨二十匹 其余花 素齿头共四十匹 诗满玉带一围 京香其南香带一围 玉杯西杯各十对 赤金传花 绝杯八支 明珠十颗 又另外黄金二百两 送上蔡太师 坐至剑里 蔡太师看了礼物 又瞧见台上二十来扛 心下十分欢喜 说了声多谢 便叫宅管家 收进库房去了 一面吩咐 白酒款带 西门庆 因见他忙冲冲 就起身辞蔡太师 太师道 既如此 下午早早来吧 西门庆又坐个一 起身出来 蔡太师送了几步 便不送了 西门庆依旧 和宅管家 同出府来 宅管家府内有事 也坐别进去 西门庆竟回到宅家来 脱下棺带 一整下午饭 吃了一顿 回到书房 打了个盹 恰好蔡太师 拆设人 邀请复习 西门庆泻了些扇经 这先去了 即便重整关带 又叫戴安封下 许多赏风 坐一拜 狭盛了 跟随着四个小厮 赴城叫往太师府来 蔡太师那日 满朝文武官员 来庆贺的 各个请酒 自次日为始 分座三庭 第一日 是皇亲内相 第二日是上书险要 衙门官员 第三日 是内外大小等职 只有西门庆 一来远客 二来送了许多礼物 蔡太师 倒十分欢喜 因此就是正日 独独请她一个 见西门庆到了 忙走出宣夏相迎 西门庆在四千训 让爷爷先行 自家驱着背 轻轻跨入剑内 蔡太师道 远劳驾从 又损龙移 今日略作 少表微尘 西门庆道 孩儿带天履地 全赖爷爷红服 歇小敬意 何足挂怀 两个庸庸笑语 真似父子一般 二十四个美女 一起奏乐 俯干当值的 真上久来 蔡太师要与西门庆 拔斩 西门庆礼辞不敢 直领的一斩 利饮而尽 随即做了捉席 西门庆叫书童 取过一支黄金桃杯 针上一杯 满满走到蔡太师席前 双膝跪下道 愿爷爷千岁 蔡太师满面欢喜道 孩儿起来 结果便饮个完 西门庆才起身 依旧坐下 那时相辅华言 真奇万状 都不必说 西门庆 指引到黄昏时候 拿赏风赏了 诸直一人 才做谢告别道 爷爷贵荣 孩儿就此叩谢 后日不敢再来求见了 出了府门 扔到宅家安邪 次日 要拜苗园外 这戴安跟寻了一日 却在皇城后 李太监房中住下 戴安拿着帖子通报了 苗园外来出迎道 学生正想着知心朋友讲讲 恰好来得凑巧 就留西门庆年宴 西门庆推 却不过 指得变住了 当下山摇海措 不计其数 又有两个歌童 生得眉清目秀 顿开喉音 唱几套曲 西门庆指着戴安 情同向苗园外说道 这般蠢才 只会吃酒饭 怎地比的那两个 苗园外笑道 只怕服侍部的老先生 若爱时 就送上也何难 西门庆牵线 不敢夺人之好 引道更深 别了苗园外 依旧来宅家些 那几日内相扶管事的 各个请酒 留连了八九日 西门庆归心如见 便叫戴安收拾行李 宅管家苦死留住 只得又吃了一汐酒 重序殷轻 极其眷恋 次日早起辞别 往山东而行 一路水速风餐 不在话下 且说岳娘家中 自从西门庆往东京庆寿 姊妹美望眼巴巴 各自在屋里 做些争执 通不出来闲耍 只有潘金莲打扮的 如花似玉 瞧模瞧样 在鸭并火里 或是猜眉 或是抹牌 说也有 笑也有 狂得通没些橙色 嘻嘻哈 也不顾人看见 只想着 与陈金记勾搭 每日只在花园 雪洞内学来学去 指望一时凑巧 金记也一心想着富人 不时进来寻撞 撞见无人便调戏 轻嘴扎舌做一处 只恨人多眼多 不能尽情欢慧 正是 虽然未如乌山梦 却得时逢落水神 一日 吴月娘 梦玉楼 李皮儿同一处坐地 只见戴安 慌慌跑进门来 见月娘众人磕了头 报道 爹回来了 月娘便问 如今在那里 戴安道 小的一路骑头口 拿着马牌先行 因此先到家 爹这时节 也差不上二十里远近了 月娘道 你曾吃饭没有 戴安道 从早上吃来 却不曾吃中饭 月娘便吩咐整饭伺候 一面就和六房姊妹 同伙到厅上迎接 正是 诗人老去阴阴在 公子归时艳艳忙 妻妾 每在厅上等候多时 西门庆方到门前下轿了 众妻妾 一起相迎进去 西门庆 先和月娘撕见婢 然后孟玉楼 李皮儿 潘金莲依次见了 各许寒温 落后 书童 秦童 话童也来磕了头 自去厨下吃饭 西门庆把路上辛苦 并到狄家住下 赶菜太师后勤 勤酒并与那 向日日吃酒事情 贝西说了一遍 英文李皮儿 孩子这几时好吗 你身子吃的人衣官药 有些应验吗 我虽走往东京 一心只掉不下家里 李皮儿道 孩子也没甚事 我身子吃药后 略觉好些 月娘一面收好行李 及菜太师送的下城 一面做饭 与西门庆吃 到晚又涉酒 和西门庆接风 西门庆晚夕 就在月娘房里歇了 两个是酒汉逢干玉 他相遇故知 欢爱之情 据不必说 次日 陈静记和大姐 也来见了 说了些店里的账目 殷伯爵 和长治杰打听的来家 都来探望 西门庆出来相见碧 两个一起说 哥一路辛苦 西门庆便把东京复利的事情 及太师管带勤奋 贝戏说了一遍 两人只顾称羡不已 当日 西门庆留二人吃了一日酒 长治杰林起身 向西门庆道 小弟有一事相求 不知哥可照顾吗 说着 只是低了脸 半寒半土 西门庆道 但说不妨 长治杰道 实为住的房子不方便 但要寻间房子安身 却没有银子 因此 要求歌舟寄仙 日后少不得加些 立钱送还歌 西门庆道 相处中 说甚立钱 持我如今茫茫的 那讨银子 且待寒火寄货船来家 自有各处 说吧 长治杰 殷伯爵坐下去了 不在话下 且说苗园外自 与西门庆相会 在酒席上 把两个歌同许下 不想西门庆归心如剑 不曾别的他 静子归来 苗园外 还到西门庆 在京 插板当来宅家问 才晓得西门庆家 去了 苗园外自想到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我寄许了他 怎么试信 于是叫过两个歌同 吩咐道 我前日 请山东西门大官人 曾把你两个许下他 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 你们早收拾行李 那两个歌同 意其贵告道 小的 美服饰的园外多年 园外不知费尽多少心力 交得安 美这些难取 却不留下自家欢乐 怎地倒送与别人 说吧 扑速速掉下泪来 那园外 也觉惨然不乐 说道 你也说的是 咱和苦定要送人 只是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那孔圣人说的话 怎么为的 如今 也由不得你了 带咱修书一封 差人送你去 叫他好声 看去你就是了 两个歌同 围扭不过 只得硬抹起来 苗园外 就叫那门管先生 写着一封书信 写那相送歌同之意 又写的礼单 把些尺头书怕疯了 拆家人描识基书 护送两个歌同 往西门庆家来 两个歌同 洒泪辞泻了园外 翻身上马 以礼同望山东大道来 有日到了清河县 三人下马访问 一直进到县牌坊 西门庆家府里头下 却说西门庆 自从东京到家 每日忙不迭 送礼的 请酒的 日日三棚四友 以此竟不曾到衙门里去 那日稍嫌无事 才到衙门里 升堂画卯 把那些借到的人犯 同下提行 一一审问一番 审问了半日 公事弊 方成了一城梁教 几个老子喝道 簇拥来家 只见那苗石与两个歌同 已是厚得久了 就跟着西门庆的轿子 随到前厅 跪下柄说 小的是扬州苗园外 有书败后老爹 随将书并礼物呈上 西门庆连忙说道 请起来 一面打开负起 嬉嬉看了 见识送他歌同 心下喜之不胜 说道 我与你园外 意外相逢 不想就蒙你园外 情投意合 酒后一言 就果然相赠 又不但千里送来 你园外真可谓 千金一诺椅 难得 难得 两个歌同从心走过 又磕了似的头 说道 园外这小的们服侍老爹 万求老爹清末 西门庆道 你起来 我自然重用 一面叫白酒饭 管带苗石 并两个歌同 一面整半厚礼 零罗细软 修书答谢园外 一面就叫两个歌同 在于书房伺候 不想 韩道国老婆王六 应见西门庆是忙 要时常通个线 没人往来 算计将他兄弟王金 才十五六岁 也生得清秀 送来服侍西门庆 也是这日进门 西门庆一力收下 也叫在书房中伺候 西门庆正在厅上奋波 呼伯爵走来 西门庆与他说 知苗园外送歌同之事 就叫戴安里面 讨出韭菜来 留他做 就叫两个歌同 来唱男曲 那两个歌同 走进席前 并足而立 手指弹板 唱了一套 心水令 小园昨夜放江梅 果然是想恶行云 调成白雪 伯爵听了 欢喜地打爹 赞说道 歌的大福 偏有这些妙人 送江来 也难为这苗园外好情 西门庆道 我少不得寻众里达他 一面又与这歌同 起了两个名 一个叫春红 一个叫春艳 又叫他唱了几个小词 二人吃一回酒 伯爵方才别去 正是 风花弄影 新音传 巨视眼前歌舞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